當時的狀況就如同我新聞中影片拍攝的狀況一樣 我當時就是在拍你們警察給抗議的人上束帶的畫面 可是拍到一半 突然我的左手就被你們警察抓住 然後我馬上亮出我的採訪證 除了這一張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陸委會發給我的北部採訪證 可是警察連看都沒有看 然後就更多人上來把我抓住 接下來還有一個辯告17368的警察 他就說有採訪證要怎樣 還說我跟這些抗議的民眾一起阻礙交通 封鎖鐵鏈 那我當下也立刻反駁說我並沒有 他們說他們有收證 我說那請你們把收證以待交出來 可是他們並沒有 就更多人要過來甚至指揮官一度下令說 我跟這個警察跟庶民同罪要一起逮捕 那這個部分到現在你們都還沒有說明 而且新店分局他們隔天還發新聞稿說 說這個是誤會 然後有招待不招的地方 而且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亮出採訪證 還說我的這張證件立法院證件 因為甩到背後所以同仁無法確認 可是我請問一下 第一時間我就已經把所有證件都亮出來了 當時因為造成混亂 我的這張立法院證件才被甩到後面 但是我北部採訪證還在前面 那請問我為什麼我的證件會被甩到後面 就是因為有拉扯嗎 是誰拉扯 不就是警方拉扯我嗎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做出任何妨礙警方執行公務的行為 但是警方卻妨礙我採訪甚至一度要把我上銬帶走 真實情形就是這樣 部長 個案是不是應該要調查一下 像這樣執政立義的個案 關懷服務啦 對你關懷服務 我想對這個現場狀況是一個說明 在我們同仁在處理這個現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魏縣有魏某他們的八格人在現場 把這個道路橫站了 那橫站我們同仁要把他排除 因為他影響到交通 讓我們阻塞 那心路路很小 那又轉彎 那轉彎狀況之下如果你沒有立即排除 那所有的抽獎都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我們檢察急著要趕快把他排除 那我們這個法委民眾 他這個用鐵鏈鏈子 用麻繩鏈子 那我來講他 但是我已經要排除了 反正我們同仁在排除中間 他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的影響 我們檢察要處理要關懷服 跳來跳去 跳一跪跳一跪 他有藍太平也採用這個人 他沒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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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影響到我們排除 他沒有差在證明 他沒有迷反 他沒有過 他沒有過 有 我們 ヴ